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浪不浪流 万里涂涂江水永不游 好尽了世间船 运作铐铐铐一片潮流 是喜是仇 浪里奔波清宽前庇佑 成功责败 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爱你恨你万军之乎 是大功一百八修 转千万转千载 亦未平 福其中争斗 谈笑风声中汉金宝夜话 今天我接着给大家上菜 今天上的菜有瑞丰的菜 有金桑的菜 没有智爷的菜 辣了您呢 没有智爷咱们就不晨习 这是金宝夜话常规了 今天我既然是主人 邀请三位到金宝夜话者客厅来 对啊 就我来打开这个红盖 好好好 我给大家上菜 好好好 不能汤食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一说啊 我又不敢打开 哈哈哈哈 可以看可以看 咱们这算在户外啊 没算汤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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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不是您三位的菜都有 这把壶在您那儿呢 哎呦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挺乐子 挺美滋滋的 挺开心的 陈光明 哎 行吗 哎呦 好不容易把紫砂壶居然有大家惦记着 这也挺好 知道 哎呦 到底是举到上一口 哈哈哈哈 是吗 是的 我就负责上菜 诶 品评菜 点评菜 上一口 这还是得您三位了 对 先听直接说小杯子 小杯子这个这个这个 目厕这俩都是康熙的 这个是康熙的 然后这个变种那个 风雨长实话里面 哦 但是那个是暗客五爪楼 这个呢是暗客奎龙 对 略有点不一样 金宝堂一话就是变种出那个 风雨长 风雨长实话 就是你最早出的小册子 对对对对 这什么是小册子 红篇俱志 王渡旧藏 王渡旧藏 这把壶出版过 啊 在那个在哪出版过 王渡那本书里 是吧 那个上手吧 上手 陈光明 民国的一个特别牛逼的 后来伦敦出了把残的 卖的比这个还贵了 是吗 听着更高兴 沙特王子买的 哎呀 他一说完一句话 我一高兴 这句话一说完双喜临门的感觉 金沙四孙 嗯 这肯定不是他了 哈哈 他是明代的人 对 光明啊 这是民国的一个特别牛逼的人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 他是光明提良最出名 光明提良 嗯 这个就是防骨的这个这个味道 这不是所以是打这块吗 对对对 金沙四孙 嗯 就是做那个 对对对是吧 贡春的那个 正在烧 那谁那谁做过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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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塑 不就是 对 金沙是这个 金沙和这个 这个瑞丰你们一起 瑞丰也是 特别喜欢 金沙曾经在加德主管紫沙 对啊 那个对是 紫沙市场的推动有巨大贡献 反正当时啊 我记得是 开始都是混在这个瓷杂里面 对 有多少剑算多少剑 嗯 那呢 有的时候呢 也有几把好壶 开始的那个 呃 九十年代末到 呃 两千年左右哈 后来我们就给他 创大哥买那个 那个那个 紫写支票 对 紫写支票不也是那样买出来的吗 紫写支票那是第一期的封面 是啊 但是也是很便宜嘛 嗯 对了 你说这个 你创大哥想起了咱们那个 马来西亚侨胞收藏家 刘创新先生 哎呀 这个是紫沙啊 大家 大家应该来这一块儿和咱们聊聊 他那个下次回到国内 然后咱们叫醒他过来做 那是必须的 对 必须聊聊 而且那个 这个挺 嗯 不不经历不凡啊 西陵印射的会员 善转客 嗯 公书法 嗯啊 这个这个 而且呢就是说 那然后这个 书画也 书画 出身 嗯 然后呢 紫沙成家 然后后来这个又现在又跟 呃 古玩的这个圈子里边的这个 运气 从当大家瑞丰一起玩运气 没有没有 跟我们 我们俩玩的不是一门 他高古运 他是高古运 我是明清运啊 但是创造哥确实是一个老前辈 嗯 你是真是这把糊 你是上一口 上一口 嘿嘿 嗯 这一场有一个绿南瓜 绿东瓜 啊 呃 是蒋荣客的那种 哦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一场还有一对板桥款的花盆 嗯 是我买的 就是玉成瑶的吧 对 是吧 对对对 后来家都不后来家都买了 这个这个这把糊好像是变种更晚一些买的吧 没有 我就是应该就是18年 2018年 对对对 最好的就那几场 对对对 啊 我忘了是王渡还是吉米煞 反正就那那两三两两三场嗯 嗯 这个糊我认为好在哪啊 嗯 就第一他挺这个 他肯定是一个仿古的糊 嗯 对吧 但是呢他又有很多当代艺术的特点 对 比如说明代的那种粗杀的紫杀 才会出这种效果 对 出一点两点 嗯啊 就是窑里边的那个杂质啊 嗯 或者是温度不均匀 嗯 里边有点那个油纸啊什么的 嗯 或者是松 烧的柴火的 松烟 松烟啊 嗯 会崩出这么一两个小点 嗯 但是他是很均匀的把这个 铺上去了 嗯 铺上去相当于上了一层又在上面 嗯 对吧 这首先就是他作为一个民国人的一个创新 嗯 就仿古也可以创新 嗯 第二呢 就这种体量 从美学的力度上讲 是非常好的 嗯 而且他把一个玄文的胡啊 就玄文一般都是 筒状的渗透 对 然后他把他压扁了 从视觉效果上看 对 他就更美了 为什么 会显得这个体量的力度更大 因为什么 他肯定是更重更往下的时候 你这体量起来 他的力度才大 而且对 那会儿体量一般啊 就很多都是 多把的 嗯 这就是两把 就这么一提 嗯 所以从力 从美美学的力度上来看是非常好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沙料的配比 他加上这层钥之后 就这层松烟钥吧 咱们嗯 姑且这么说他 嗯 就会使 而且他是里外都有 嗯 就会使他什么呀 就会使他这个 胡的这种骨朵感 对骨色苍然 哎 所以他加这个明代人的款嘛 对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特别好的 像不像班主 嗯 嗯 竹子的底 嗯 那玄纹其实最早就是竹子嘛 对 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很仿生的底 嗯 这就像一个竹子 从竹节上得到的 哎 截面放在这儿 然后来给他做一个收尾工作 嗯 然后你再摸摸底的时候 他这个泥沙的配料非常非常好 密度非常高 温度稍得也非常高 他才会出现这种状态 所以陈光明绝对不是一个怂手 嗯 为什么 我们去衡量一个匠人跟一个艺术家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匠人没有创造 嗯 会模仿的非常好 嗯 而一个艺术家 时时处处都会有 会磨骨而撑 而创新 他是什么 他这种创造什么 从技法上 嗯 从这个混混混合这种沙料 mix这个沙料 还有从外形上 然后从整个的这个 咱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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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这个触感上啊 都有创新 都有他的思想在里边 就是你用心用脑和你不用心用脑的区别 这种仿骨的东西啊 在这个民国时期特别流行 嗯 因为呢 当时你看这个 呃 上海博物馆不是做过陈明远的艺术啊 等等的一系列展览吗 嗯 就那个时候包括顾景周的早年 他们都是做仿骨的高手 其实 嗯 很多这个陈明远的这个作品啊 是出自他们的这批能工巧的将之手 包括蒋龙的 哎 叔父 蒋燕廷 蒋燕廷是带头大哥 哎 对他们都是这个 蒋龙是最小的 然后顾景周是第二小 嗯 对他们呢 做这些东西啊 真是这个下了大功夫了 因为你看很多也是 刚才说的创新 都是创新的品种 你比如说那种蚕食桑叶的那种笔铁啊 那种文房的东西啊 那个根本就没有组本 而且似乎比我多的一些时代来说 好像他们当时定做的成分更多 比如说给哪些 比如说吴大臣 嗯 就喜欢收藏这种绑骨的壶 让当时人定做 对 包括咱们都知道的 像海上的这个收藏大家 这个工事 嗯 工信招啊 工信招啊 对 都是请这些人定做的 对 请到家里来 你就在那做 您说到这儿啊 我就给您讲一个 就最近发生的一事 好啊 有一把叫燕 叫燕如斋吧 嗯 还是燕什么斋 嗯 的一把壶 嗯 是做给谁的呢 是 应该是谭靖 嗯 或者是 就是这帮做自杀的人 嗯 送给张聪玉 嗯 这把壶是什么 加尔德小拍出来的 是一个新加坡的收藏 嗯 然后当时呢 郭克里收藏是吗 郭克里收藏 对 郭克里是一个 郭克里是新加坡富二代 啥都买 嗯 然后这个带一个民国老盒子 嗯 张聪玉自己提的签 嗯 书画鉴定家是吧 对 所以说这个里边就引出一什么故事呢 就是这帮人 他们这帮人防骨可不止光防自杀 对吧 张聪玉跟他们干嘛的 张聪玉是帮着他们鉴定画了 对对 当然也可能是个买家 也可能是帮他们看画 也可能是 反正就是 我做的这个产品 那咱们现在人眼光看 他肯定是民国坊的 那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带一个 可能是一个明代的款吧 还是什么 可能比陈敏远还早的一款 然后但是那东西肯定不对 肯定是民国坊 然后送给张聪玉 嗯 后来拿加德还拍来着 嗯 拍挺多钱 然后我就想起什么呀 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人 嗯 就这个是一个故事啊 就是印证了您刚才说的这段历史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谁啊 就是咱们著名的这个设计师 华人设计师 这个这个 贝鲁明先生 对 IMP 嗯 贝鲁明先生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场 专门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还关注了 我觉得贝鲁明这人太伟大了 嗯 他伟大在哪呢 就是在贝鲁明公开这些东西之前 谁也没有想到贝鲁明居然是这个世界上 拥有陈敏远单人拥有陈敏远最多的一个人 在他之前我认为是刘创新 哈哈哈哈 后来他拿出来之后我认为刘创新 可能 但是 这个创大哥有一把胡啊 人家 这这 但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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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鲁明呢 人家就是 肯定是在民国后来就是没过几年 然后就自己开始收藏 他收藏很多年 那个啊 也跟拍卖行人聊他的故事 一半一半 嗯 咱们谈到这刘创新同志啊 就是什么啊 做了大量的这个 他和台湾的黄建亮老师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学者 嗯 做了很多这个陈敏远方面的研究 嗯 包括诗稿啊 书法呀 还有他的生平的故事啊 还有一些博物馆里边确认肯定是陈敏远的东西 嗯 然后呢 现在的人呢 就大概是很容易分的清 嗯 陈敏远真的 嗯 和陈敏远假的 嗯 或者就冰国坊的区别 安安佩就是贝鲁明先生呢 就是一半一半 嗯 嗯 当时那个估价都很便宜 最后为什么知道他一半一半了 因为有一半 有一半卖几百万 有一半卖几十万 哈哈哈哈 对吧 但这种收藏我穿下去 其实是特别有意思 对 嗯 安佩这批东西呢 在 我是去看过现场的 嗯 就是去就是 我记得有一回是 嗯 从香港走 临走之前 在 文化东方酒店 他们做了一个特展 是吗 哦 然后我们就去文化东方酒店 文化东方酒店 就一件一件一件 掉出来看 一不小心拿错杯子 哈哈哈哈 当时 有两件东西 我印象最深 两个普洛杯 这就有说到房子 我知道那两件东西我关注了 哎 对 还有还有 哎 这普洛杯啊 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一个白瓷的概念 你玩白瓷你应该知道 嗯 对吧 它是一白瓷的概念 它是应该是随 对 对 好像随白瓷的话 就有一个白瓷的 嗯 是吧 对 也叫柳斗杯 对 然后 宋金时期 宋金时期啊 宋金时期就有的白瓷的普洛杯 然后呢 有两只 一只呢 应该是陈明元本朝的 嗯 还有一只 在当时啊 就大家呼声比较高 说是顾景州坊的 为什么 因为特别细 就是那只民国坊的 你知道它是民国坊 但是它确实比那个18世纪本朝的那个要细 嗯啊 然后泥料也好 各种做工也好 最后呢 事实也证明了什么 那个那个普洛杯是民国的那批东西里边卖的最贵的一个 嗯 但是呢还是没有卖到陈明元的价 嗯 大家会辨别了 对 对 就是大家会很明确的辨别 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所以也就是说有时候时针变强 就是其靠慧眼靠专业能力 有的时候市场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 市场能给出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 这个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讲的贝明先生收藏的这个紫砂 里边有一部分是神明园本人的 有一部分是民国坊的 嗯 他收的时候 就是说贝明先生他所处那个年代 嗯 他所获得的这种知识量和信息量 嗯 是我们今天人有差距的 对对吧 那么这个现在的人我们包括刘创新先生 还有黄金亮先生他们进行研究 嗯 现在区别哪些是真很神明园 哪些是民国神明园 现在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了 对 但是在贝明先生那个时代 他没有这种信息获得的渠道 嗯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这个也很正常 嗯 但是再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不光是紫砂有这种防骨与创新 同样其他门类一样 你比如书画 那书画 刚才他提到这个书画这个人家张通益先生 对 那么张大千我们都知道 对 那他本身就是在 血战古人啊 就是他就是这个以防骨 对 为毛生手段 嗯 然后那个后来他当然他有了自己和敦煌的这种经历 有了这种后来自个形成这个晚年这种颇彩 嗯 创造这种这个很高的天价的世纪记录的这种艺术片 他也是在防骨的基础上有了创新 所以防骨和创新都是有都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创 这个主题 人 这个之所以能够这个防骨 就是人们之所以防骨 就是在古代的艺术上 细修出自己营养 然后加以改造创新吧 是吧 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密不可密不可分的 你不而且瓷器也是这样 你我们咱们搞瓷器 这个民国时期也是一个防品的 那个盛行的时代 对 既防武大民谣 又防永轩清花 又防清三代 那么当时的人可能就是说 你包括现在到国外的博物馆里边 偶尔也能看到就是当年流出去的东西 实际上是一些民国的防品 是吧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很容易区分哪些东西是民国防 哪些是就是本朝的 那么当时的人在当时历史条件局限下 就他可能就不管收汤家也好 鉴定家也好 他有一定历史局限性 真的假的都收了 就这也刚才说的话 就是我听过一个老北京古安行的人说的 说当年啊 其实咱们古安行的人啊 可没少骗洋人 哈哈哈 而且就是说当时的这个 你比如老古安行讲 嗯 然后有那个这个 永轩的和雍正的清花五款的就不好区分 嗯 实际上现在普通的一个业余爱好者里边 分清永轩分清雍正就不是一个难的事了 是吧 就是跟这个大家这个这个知识的获得 和有这个信息的获得这个渠道有关系 而且就是现在有些东西 不是景德这也在创新也在防股 是吧 这个你现在有些出来了 比如市场出现的高仿的东西 你只能蒙到 只能是蒙蔽一时 你再过几年 再过 因为它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开始的那个杀伤力强 后来越来越多了 所在市场的房品 嗯 就是说杀伤力强的房品 只是刚出来这一段时间 对了 对了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话聊到这份上啊 对有点意思了 这个咱们有有湖有杯子 对 这个湖里乾坤大 杯中日月长 嘿嘿嘿 然后呢咱们就有四十国品 我觉得今天可以展开聊一聊了 嗯 所以我特别希望是什么呢 嗯 这两只杯子 就觉得金丧和质业 还是得再帮我吹破吹破 哈哈哈哈 这也是一个话题 这个你看啊 这个这个挺有趣 这个一大一小 对啊 然后一个有款一个五款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两个东西的年份和品级 是一样 是一样的 都是康熙观摇啊 对啊 而且呢就是说 哈哈哈 而且那个如出一辙嘛 对 这个大小不一样 但是这个 没款的很少见 很少见 没款的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啊 我买的时候还非常有意思 嗯 这种杯子呢我也一直喜欢 对 对 陈梦这个惊丧不弃 提到我以前那本旧书封一堂词画 哈哈哈 当年我就买过一只 呦我都是读着那书长大的 哈哈哈 谢谢谢谢谢谢 哎呀 这话我都不知道哎呀 谢谢谢谢 你刚才说 夏伟托是听见儿 现在又变成了 哈哈哈 那这样吧 我赶快再写本书 然后陪伴您退休 哈哈哈 哈哈哈 兄弟兄跨了好几个世纪 哈哈哈 啊 当年我买过一只是暗客五爪龙呢 哦 后来呢就就就就就 试出了 没有了 试出了 那只呢是赵从眼就藏 哦 是在1986年的赵从眼的那个 那个专册里面出版过的 那这次呢 去年在伦敦又出现这两只 哦 这两只呢它是一个就藏 一个试出的 一批 里面的好几只这种杯子 有好几只哦 就是带款的这种 有一只是全品项的 还有都是品项有点问题的 也包括这只大概有五六只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一码的这个杯子 那我就在里面挑两只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收不到指示图路啊等等 那天拍卖的时候出现个什么情况呢 这两只杯子啊 我都下了委托了 但是呢 他们突然打电话来 我接电话的时候 我根本就记不清哪个是哪个号 那么这只杯子我为什么 我看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没款 对 但是呢 而且呢 它施的是黄又底 但是从图片啊 细图一看肯定也是刚系本朝无疑啊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的趣味性和资料价值 可能更有意思一点 好 那包括这只 但是咱们知道从市场上来说 肯定是这只贵 因为它毕竟带官邀款嘛 对吧 结果呢 打来电话的时候 头一个打来电话呢 我以为拍的是这只 他因为起拍价都很便宜 你知道伦敦和纽约就是以低价 为这个吸引力的 起拍价都很便宜的 我以为是这只 这只呢 我估摸着怎么也得要个五六万磅 甚至更多才能买到 那么他打来电话 那我以为是拍这只 那就开始拍呗 拍拍拍拍 那我想肯定得到五六万磅 结果呢 他噼里啪啪啪就叫到两万磅 他说两万磅了 你还要吗 我说要啊 那两万磅我肯定要 我说加一口 那我以为后面肯定还有跟着 结果两万二落锤了 我一想 这不对劲 怎么会两万二落锤了呢 赶快在手机里 倒腾出原来的电子图路一看 原来是这只没款 原来呢 这只呢 我原来的心理价位呢 因为从这个买资料的角度 出发 我觉得我就想花个大概一万五千磅以理 最好是加二佣金一万五千磅 那买一买 这只呢 那是想花个正经典的价钱的 结果呢 没想到两万二 这只已经买着了 然后呢 关键是那次他们拍卖 因为电话委托多 他们那次电话委托呀 就采取了一个很特殊的方式 是什么呢 伦敦的电话线已经不够用了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采取一种伦敦 打香港再转接大陆的 这样一种三方电话委托模式 这么说嘛 拍到这只杯子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电话委托呢 是伦敦苏富比的工作人员 打电话给香港苏富比的谁呢 我们都认识了我们亲爱的李佳同事 李佳在打电话给我 你想 李佳的在香港苏富比 起码对于我来说 对于咱们来说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要给你打电话了 那就是很简单 你原来想买想不买 你必须得买 对吧 你原来想出十万的 那必须得出到十二甚至十五万了 他就有这个效果 对 结果第二只这只杯子 就是他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再转述给伦敦那边 我的报价 那你想 原来我想这个已经买贵了 这个就要不买不买就算了吧 就我就想出个最多 就是四万五到五万吧 结果反正肯定是我 我现在也忘了 好像是五万或者加一口 嗯 应该是五万五万五好像 买到了 买了以后 那我想行 两个都买到了也行 然后 等东西 到手以后呢 说实话 我似乎更喜欢这一只 嗯 因为你现在看实物 他除了没款 我不知道质爷和金丧的感觉怎么样 这只的黄 当然这个 这样一笔 我就觉得这两只杯子啊 我就这么说 就特别有意思了 咱们以前老说这个中文黄油啊 嗯 老有这个焦黄 鸡油黄等等之类的概念 就是包括我们同事 有很多人经常问我说 说说说老板说什么是鸡油黄焦黄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也比较黄 你看 哎呀 只要说到黄的 怎么质爷 他都有发言权 这个哎呀 是很黄很好吃 后来我就拿出这两只杯子了 我说很简单 这一笔 这个就是鸡油黄 对对对 这个就是焦 焦黄 对对啊 这个焦你可以用焦嫩的焦 也可以用焦水的焦 都可以 对啊 其实都是中文黄油 只是那只的橙色深一点 这只的橙色起一点 温度差一点的事 对 不 鸡油黄就是得浓厌嘛 对 焦黄的就是焦了一层 焦 很焦嫩 有点接近于后来的那个雍正时期的那种柠檬黄了 是吧 柠檬黄因为是低温油 这个是薄薄一纹 这是薄薄一层 薄薄一层 对 要刻的我觉得那个好一点 略好一点点 所以今天咱这就成熟了 对了 好事成熟 这个都是脏腰的东西吧应该是 这个呢 金三年力研究 你看这个款 这个肯定是康熙偏晚期的 康熙五彩花生杯 跟花生杯的款是比较一致 对 都是小字款 而且字小如豆 对 我当年买的那只 呃 杯子 赵从眼球藏那只 跟这个 也是这个款 有的时候一只看书 就看看款就知道真假了 对 因为它那个款字啊 写的往往不是那么工程 嗯 但是有力 但是呢 特别小 甚至有时候还歪七八扭的 但是字小如豆 就是那么排上去的 嗯 然后经常那个青花地方 会泛出 翻黑的感觉来 哦 它这个款就是说 和我们常见到的这个狼窑啊 鞍窑啊 那不是一个人写的了 对 是比较这个硬朗的 比较瘦的 是吧 比比出风那种感觉 和那个姜豆红的那一系列东西 有这个共通的地方 对 所以应该是 也有 也有 这种款 这种款 小底的那种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 排比下来啊 它不是康熙晚期 嗯 很可能是康熙中期 对 这个脏瑶的时候的段写 嗯 再说到这把壶呢 我就大概说一下 就刚才您二位都提到了顾景秋 实际上我的 紫沙的这点 基础知识呢 就来源于 我之前我也说过 就来源于顾老的那本书 《紫沙真诚》 对 因为顾老在那本书里面 他还的确是 因为他提到了 对历代紫沙名家 他个人的评价 对 可能就是 瑞芳同志以前说的这个 所谓第一口奶的问题 对 所以我对紫沙的这个审美啊 这个感觉啊 完全来源于那本书 我也很符应于这个 顾老的这个说法 嗯 所以呢 第一 你看我喜欢光货 嗯 第二我喜欢就是 完全以 纯粹造型和线条 和做工取胜的东西 嗯 而顾老那本书里 那本书里面呢 除了那些 声明很大的 自杀大家之外 他对晚清的时候的 就是有几个人特别推重的 对 一个就是这个 陈光明 嗯 还有就是呃 邵大亨之后的 叫邵有庭 他似乎对他也颇有赞叙 嗯 对啊 因为好像他们就 就那几个人 他对这几个人的做工 嗯 自杀功力 他认为是非常的 就是他也非常敬服的 对 我好像在金桑那个 针厂里边买过一把 黄玉琳的贡春好像是 是吗 嗯 哦 是 可能那把壶我卖了还是给买 不是 是不是您说你是货太多了吧 不是不是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但是一直就是大家他价格 一直都会付便宜的 对 嗯 我是觉得紫沙给咱们一个什么 启示 嗯 就是因为紫沙呢 我是最早是跟北京的一个 玩盆景的一个朋友 学 嗯 那会儿在他们家啊 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001年02年的时候 他们家有苗圃 我们看那些什么明明末的大 红袍的花盆 什么清中西的花盆 道光的花盆 地上有的是 嗯 就是什么 他们家世代种花在花香 所以我最早学紫沙跟是他 然后到后来呢就 去英国拍卖嘛 乌林乌利斯有两场特别多的 出口紫沙拍卖 哦 我在那认识的刘创新 哦 然后于是后来就跟着刘创新 我们一块就买紫沙 但是那会儿已经是 加德拍第一场之后的事 哦 我就总结这个什么 就我有时候跟刘德哥也聊 我说其实啊 他对紫沙就是 紫沙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做了一个 功不可没的事情 哪两哪几件事呢 第一 他把这个紫沙的体系给分明白了 在拍卖市场里边 嗯 就是谁该是多少钱 这事给弄明白了 嗯 像您说的以前啊 就您和刘德哥弄这个 加德紫沙专场之前啊 对 那紫沙那是混在瓷戏 瓷杂堆里边 对 黄玉玲卖的价 顾景周卖的价 和陈敏远卖的价 是一个价 紫叶石票来了还是这价 都是三到五万 对 就大概是这样 但是到后来 就大家分的特别细了 但是这个分的特别细是 根据什么有关系 两件事 嗯 一个是市场往上走 钱在这儿 人们才会关注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是什么 就是学术得跟得上 嗯 就当时的很多疑心紫沙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诸侯奋战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就跟很多现在的门类一样 比如说这把红玉玲拿来 会有八个人有八个意见 你问八个疑心人 八个疑心人告诉你 还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说 这我上星级访的 嗯 哈哈哈 你知道吧 就最早的紫沙就是这个 对 这个 这个是 哎 这个 这个 这种话不能说啊 得罪警察的同志们 但是什么呀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紫沙呀 经过几年的专场拍卖之后呢 第一 价值体系有了 年份体系也有了 年份体系其实原来就有 直播什么人没有分那么清楚 因为没有价值体系 然后最重要的是 学术体系也跟得上很多台湾人 早期研究 像黄建凯老师写的书 嗯 还有成阳基金会那些书 都跟上来了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效应 就把一个特别小众的市场 推到了一个特别 在短时间之内推到了一个特别 成了一个大的独立板块 对 到后来的 独立板块 这个说的好 但是到后来大家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呀 就是好的东西 保持在一个高价位的时候 有价无事了 有价什么 有价无事了 有价无事 是吧 现在的紫杀就是这个状况 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 你说陈敏远一把胡 是不是值2000万 肯定值 你真拿2000万去买吗 没人买了 嗯 也许有啊 有一半个人 就是不是一个大众效应了 嗯 20万30万50万的单件紫杀 可能现在就卖不动 放那都没人买 嗯 盘卖公司也很尴尬啊 但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讲了一个什么 讲了一个周期 就我们如何把一个小众门类 或者一个其中一个门类吧 然后呢 在完全混沌的状态 用怎么样一个科学的方式 通过盘卖行 就把它推到一个 相对大家认可的价值体系 但是刘创新大哥自己本人 他承认一点 他说这个啊 瑞峰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是什么 是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一直往上走 是整体往上走 嗯 如果是整体下行的话 就不会发生那些那些事 当时我们一直 晚台湾这个 征集嘛 所以很多好湖 都是从台湾回来的 嗯 台湾是特别 就像那个玉琪一样 嗯 有一阵子全民玩玉 全民喝茶 全民收湖 嗯 所以呢你看那个 台湾是全民收湖 有一阵 建国玉室什么 玉室啊 那整个都是 那个大鹏的那个 对我去过 那个 那个 我那个 跟金桑一块去过一趟日本 嗯 然后 正好他那次出差 我也跟他一起去的 然后他去收子杀 你跟金桑一起去的 还认识了一位台湾的 台湾的赖大哥 是些赖吧 是赖大哥 很有江湖气息 一见如故啊 跟老师推悲幻斩 是吗 是吗 绝对是台湾那个 像那个 怎么电影里边演的那种 那个大哥大哥形象 黑金 香着金牙带着金链子 没有没有没有 很那个 好久没去了 好久没去了 很想念很想念 台湾的 研究子杀是很深入的 是的 因为第一他们早富起来 那个赖大哥也是藏家 南亚人啊 也是藏家 南亚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整个台湾香港 还有马来西亚人 有一特点 他们天天喝茶 不像咱们 咱们不是天天喝茶 他们天天喝茶 你喝茶 喝时间长了 你无非比两件东西 一个是喝茶 茶 一个是糊 还有第三样 杯子 对 还有杯子 对 还有杯子 对 其实之前咱们现在说 杂项杂项 以前我就知道 就是台湾是杂项 对 在很多杂项 比如说紫沙 竹雕也好 铜炉也好 没有变成大的独立板块的时候 其实台湾就是一个杂项的重镇 他以前好多收藏家什么 特别喜欢买杂项 甚至也 闻人气息 闻人气息浓厚的这些东西 对 紫沙是不是应该也分成两位 就老紫沙跟新紫沙 对 从顾景周 从顾景周 开始分吧 以民国七老为界限 为界限 民国七老为界限 对 民国七老还是放股 后来我们就总结什么 从紫沙理念能看到另外一点 就是等这个市场变得特别成熟 分类特别明确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东西是保值的 而且能保在一个高价位 就是这个里边最拔劲的东西 比如说陈敏远的花货 嗯 比如说紫冶石瓢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超过他的媒介了 嗯 因为比如说咱们瓷器里边也有嘛 然后七七里边也有 然后法郎器里边也有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最高级的东西 他是不论他是什么材质 都是那个钱 嗯 紫沙就有一个这个特点 嗯 那嗯 沈光明的体量 在民国是很牛逼的 呃 现在呢 现在依然牛逼 将来呢 反正前一阵伦麦利把 比您这把没便宜 但是那把磕都乱七八糟的 是吗 您可以去调记录 嗯 应该是18年19年 伦敦拍了一把 那把是有刻字的 对 但是那把比这把品强差 这把我为什么印象真 我真的举到上一口 哦 这把少见 少见少见 但是刚才鲁锋说的有一遍 我的确是 我当时 因为都是看头买 我当时 买这把紫沙 下决心买 并且看重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以我当时有的那点紫沙的知识啊 就是说第一 我明显看出他的很浓郁的防骨气息 对 包括他的工艺手法 这扑沙啊等等 但第二呢 我又发现好像在我记忆中 没有跟他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不是 你忘了我没说错 对 他不是说就是说这个壶 之前谁做过一把 比如说贡春 比如说这个这个防骨 或者说石瓢 就是他完全一样的 我似乎又没有见过 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造型 这当时就给我感觉就是 刚才瑞峰说的有一点 就是这把壶当时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 有很强烈的 从线条造型来说 有很强烈的现代感和现代气息 所以当时这个就特别打动我 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起码可以买一买 我的印象里这个当时的那个图片啊 他是横着这么拍的 当时显得那个提梁特别三角 力度特别好 就是那个线条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另外一个 你观察他这个 很多人做这个提梁啊 他是怎么做呀 做平了他 他这中间打袜了 打袜了之后显得那个力度更大 就像你拿了一个绳子 你一提他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什么 他的宽窄有变化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你看这个陈光明这人见功力在哪 你看这个这个嘴这个流这啊 他是石挑的那个嘴 嗯 就是最原始的那个 嗯 道光时候画那画里边石挑那个嘴 但是他把那个金属器那力度做出来了 这是很难的 嗯 所以软的地方该软硬的地方该硬 该有劲地方有劲 该这个出棱角的地方出棱角 这就是高手 啊 这个应该是仿这个 这个就是当时民国时期啊 也是研究这个 不是有一些一系列的著作吗 嗯 应该是记载了就是这个金沙四僧啊 嗯啊 这个当然可能是传说的成分居多啊 对对对对 是用这种粗沙 嗯 粗沙做石胶嘛 对啊 所以呢就是根据那个文献记载那样来的灵感 不然你看他这个骨色苍然的这种感觉啊 他这有所有所依据的 嗯 哎呀这个越说越好 而且还是越摸越舒服的 而且您看什么啊 咱说这底子啊 是竹钮吧 对 钮也是竹钮 对 呼应 上下 一头一尾 嗯 可是这还被后来后市侵权了 你看 再来一个这个 这不是金拱门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我们真没想到啊 这个志爷在这就这点好 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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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志爷先咱们这样吧 咱们我的东西已经吹捧的吹捧了 我太舒服了 嗯 咱们暂停吹捧 嗯 咱们说说现实当下的这个情况 马上 马上 嗯 香港 要迎来另一波大拍的高兴 是啊 现在马上就开始 这也说说吧 开始那个不是这个旺兴楼吧 旺兴楼藏词 加士德这场 是咱们共同的好朋友 东西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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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书也是经典 你看旺兴楼藏词 封面那个又里红 那个刘白那个眉皮儿多棒 嗯 嗯 那个 而且就在明明 重器 明明阿波里斯不是吧 啊 明明阿波里斯 然后博物馆展览了20年 对 旺兴楼这本藏词这本书 嗯 也是在业界 想要胜利的大名 对 笔与藏 藏词 呃这个 词画 词画 我小时候那课吧 略生一筹 哈哈哈 你们仨先聊一会儿 我先我先毁灭一下啊 哈哈哈 因为他那个涵盖的 这个康庸前这个三代的呀 各个门类的 包括法郎彩也有 包括这种相声词也有 那个这次不是有一个防法花的那个盖罐吗 啊 基本上门类很齐全 而且呢 名品的这个类别呢 也很丰富 嗯 因为我的话来说呢 他们就是要 行里的话叫干净漂亮 大开门 嗯 对啊 我再给他加一个整齐 整齐整齐 康庸前三朝 既有单所有 故事官有 既有单所有 又有青花 还有这个彩词啊 他的门类比较全 对 而且品位很高 对 而且非常的整齐 对 那种感觉就是每朝一百件 哦 我多说 是吗 每朝一百件 好像是 反正就是 不是不是 三朝一百件 三朝一百件 对 三朝加起来一百件 大概很平均 每朝大概三十多件 嗯 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啊 就是我拿到手里啊 那个时候 就是我一直这本书 是我一直跟 很多人推荐的一本书 尤其是刚刚入门的人 我跟他推荐的书 我说 如果你要了解 跟市场相关的书 我推荐的书 就两本 一是苏 香港苏务比二十周年 哦 一就是这本 忘心楼藏刺 而且我看这本 忘心楼藏刺这本书 嗯 这本书我们公司 先后买过四本 翻烂了 不光是翻烂了 而且翻烂到最后 一定是失踪了 但是这本书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说实话啊 大家都知道啊 新歌吧 我们都叫新歌吧 对 张显星 他是一个大的古董商 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行家 对吧 但是作为一个行家 出这么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 我之前跟志也交流了 这本书完全没有生意味 我说这个话呢 是另有所指示什么的 就是 我只能说有的 虽然是收藏家出的书 但是那个书 你一打开 你就觉得那个 就是这种感觉啊 生意气特别重 但是这本望星楼藏词 那叫一个干净 就看上去很舒服 无论是专业性啊 各方面来说 都无可调理 就是有的书 比如说有的人收藏 他看都是重器 一手的重器 但是呢 你看下来以后搭配的不好 都是高级生意货 对 这个词用的好高级生意货 都是市场上的高级生意货 高级生意货 但是呢 你像这本书上的东西呢 它也不全是大家倍的 嗯 就是说它很有代表性 你比如说看一张画 这后边的画是远近高低 这个山水啊 远近高低 得有点这个层次 一批藏品也一样 你得也得有层次 必须有层次 有这个有层次 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色彩 对 你这个要全是一损的 有时候你看了就乏味 稀少性也很好 对 你看不是常见的这个大运瓷器啊 怎么样啊 都是有特色的 而且无意中它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庸前三朝的一个官瑶瓷器的像一个流程教材 体系啊 体系 上次哪一期节目李瑞峰说个人形成体系很难或者行不成 对 这本望星欧藏词 那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是一部带有体系意义的这么一部书 说起来说个说个说个闲话 就是因为二十年前吧 就有信也跟望星楼藏词主任这个张献星 这个这个打过交道 有一次我们一帮人在一起吃饭 那个时候呢是他这本书刚刚出版 哦 当时就卖的挺贵一千多港币 因为香港的书本身价格就贵嘛 现在都两千多三千多 但是这本书呢 因为是他自己 因为这种书往往都是他们自己投入的 他出这本书也花了不少钱 那次吃饭的时候 几位行家在一起 有几个是跟他很熟的 张献星就说 星哥就说了这么句话说 哎 出这本书花了我不少钱 花了我大几十万啊 对然后 有一个关系跟他很好的一个行家 立刻就说你就别得了便宜又买乖了 或你这书一出 你这批东西 立刻一个亿变两亿 一变四亿了 你还在这还在这说这话 当时我就觉得 这是个小事啊 小故事小插曲 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个好像他这个书是 我记得是那个 朱连汤姆斯 对 朱连汤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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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非常好 我记得是其中有一句啊 说啊 当时就是他跟这个 星哥交流嘛 说那个你看美国 这个什么 风光以你 这个地搭物搏 是吧 这个你没去玩玩些什么的 然后呢 星哥就说呢 哪有时间去啊 我们这些做生意啊 就得赶场的 前沿 对吧 是前沿吧 对 然后说叶老师就说特别的 怎么说啊 佩服嘛 就是说敬业精神嘛 这句话如果现在说给志爷听的话 志爷也会觉得深受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出国出了无数次 其实你问我哪个名胜风景点 什么好的玩的地方都没去过 就是严厉就是看东西买东西 对对对对对 另外这个星哥这个呃 比我大大不了几岁 比你 比我比我大几岁 大不了太多 六三年了 呃然后但是呢 在行业内 行业内算是我的前辈 比我入行早得多 在这个收藏这个领域里边 行家就是作为一个古董商 往往呢就是说 一说行家没有收藏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啊 这个地位高 当然像是瑞丽丰这样说行家 其实行家呢 自己呢也不必对自己过于的这种 谦虚 苛求啊 因为什么你看这个这个星哥 大家都说是这么多年公认的行家 嗯但是人家也能 是吧 这个著书立说 然后呢有这么一批藏品 一件是一件 拿出来 所以说还得是拿凭东西说话 对 有时候你其实不管你是你是多大的老板 你有那个买了几个亿 十个亿二十个亿的东西 还是我们一个作为行家 从业人员 嗯大家有时候其实这个在 收藏这个领域里面也不分高低 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大家一下子就想起你来了 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对不对 然后在加世德这个释出 然后有这本书出来 你把这望星楼藏词 在历史上就一定会留下印记 你买了再多的东西 然后 都是扎运瓷戏 扎运瓷戏 也没有什么了解 没有什么了解的 是不是啊 这个 话说回来就是 以我对这个望星楼主人的 早期的一些了解 因为那个时候常常见到他 就是刚才这也说的特别好 就是咱们平时分收藏家也好 行家也好 但经常在市场上出现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经常你会发现收藏家有时候买东西 他是抱着行家的心态在买东西 而很多行家往往是以收藏家的气魄 在买东西 我说这个星哥就是其中一个人 当年那个时候我们是知道的业内是这样的 就是只要在拍卖会上 无论大拍小拍 无论你是行家还是你是收藏家 甚至你是大买家 但是如果有一件东西你要是跟星哥 跟阿星 当时他们叫他阿星 跟星哥要是撞上了 那你有的你难受 对 而且大概率是被他买到 不管你是行家还是收藏家 就算不被他买到 他也会顶着你 那叫一个头破血流 所以说这个星哥这个 当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就说这个节目肯定很多 好多是行家在看 肯定看的群体 咱们观众里面肯定很多是行家 咱们行家大可不必妄自飞勃 是吧 然后那个还是对自己要有信心 对 说起来我跟星哥还有过一次这个交战 哦 还给他添了回堵 哦 就是还跟这本望星楼藏词有极大的关系 哪一家 就是就在这本望星楼藏词即将出版之前的 应该我没记错 03年吧 中国加德的秋拍 当时从美国回流了一支 乾隆官窑青花又里红加烟制红的赏评 哦 那是赏评 那是加德吗 加德加德 这一点都没错 哦 当时定20万起开 哦 然后呢 据说事后我得知 就是星哥当时这件东西是志在必得 而且以当时的市场环境来说 跟现在和后面都不一样 嗯 当时星哥如果志在必得的 那就肯定是他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 谁都干不过他 那么他为什么志在必得呢 他要把这个作为 他书里面的最后一件补充进去的东西 就是买完这件 他这个书可以订稿了 没想到那次碰上我这么个生虎子 结果呢 就20万起牌 大概很多人 噼里啪啦举牌叫到八十九十就停了 从100以后开始 是我跟他两人一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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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取到一百四十八万 居然星哥手软了 被我买上了 结果他本来就想把这只赏评收到书里面 作为最后一件的收官制作的 啊 结果呢 被我给横道多爱了 事后我们碰到以后 也就是因为那次以后 我跟我跟这个星哥才成了朋友 因为拍卖完以后迅速的都在北京嘛 对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然后我们就主动打招呼 主动盘谈 主动那个什么 等到他这本书出版了之后 我才发现 哎呀 当时其实是真实的心里啊 其实还是应该让个人家 啊 这个书这么干净漂亮整齐 就缺这么一件 有这么一件东西 虽然不敢说一定为他的整份书的藏品 增添什么天才 但是的确是其中很需要的这么一件 语良词话里说到这件事 说到 对 我给他你这个标题叫天下第一赏评嘛 对对对 自吹自擂了写了段故事嘛 对对 所以那本书里面啊 嗯 他有的东西还特别有重要的意义 刚才听上说到叶佩兰老师 对 他里面有一只 黄釉的康熙黄釉的大碗 啊 很三十 三十 口径的 全品项的一只大碗 嗯 当然这种康熙黄釉大碗呢 市场上是有一定的喘势量的 嗯 但那只稀罕的哪呢 应该啊 没错 那只可是当年故宫 就是故宫的产品 对 故宫拿到台卖会上委托手术的 哦故宫还有这事呢 对 这是叶老师在他的前言里面说的 什么什么年代的事 康熙的 就是大概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九十年代 我都买东西 不是故宫为什么呢 因为故宫当时呢 要在海外拍卖会上 应该是看中了一件 故宫认为 是他必须要补缺的一件东西 那么钱从哪来呢 因为这样的碗 可能在故宫的藏品里面有重样的 所以故宫专门挑了一只这个 嗯 送到那个拍卖会上去 把这只卖掉 然后就是 新歌买下来 哎呦 就是在旺行罗藏词那只 嗯 那本书里面 那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 因为那个国内的博物馆 嗯 解放以后 就是藏品一般都是只进不出 嗯 很少有释出的机会 嗯 不像 也有比如说那个案子 啊 那个属于那个 这个不是说 比如说你说成德毕书山庄 那不是属于这个合法的渠道 合法的国有的博物馆 释出的机会很少很少啊 啊 你看你像比如说国内的博物馆 你比如大都会啊 嗯 还有什么芝加哥美术馆啊 嗯 他们都是有这个机会藏品释出的 嗯 啊 藏品调整 但是国内的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对 反正这种事情是很少的啊 但是 的确他也是有 只是这是叫缘分啊 他也碰到 可能90年代那个时候 可能国有的这种收购 收购物资金不是那么充裕 相对来说不是 嗯 不像现在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十几年嘛 虽然积攒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但是肯定跟现在来说不可同日而喻 那前言里边是写的这件事吗 呃 我记得反正在那本书里面 叶老师肯定嘛 嗯 我就这么说吧 肯定是写的这段故事 哦 还真没注意 没注意看那段前言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这次不是也有这个很多好东西吗 是吧 这个 这次释出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已经让我们看着挺眼差的 嗯 但是由望星罗藏词来说 你不得不承认 这完完全全 纯纯翠翠的 已经是一个收藏家的 行为 这么一个行为了 对 一批东西它陆陆续续 近三十多到四十年的时间 嗯 陆续买买了以后 应该是在二十多年前 这批东西已经买齐了 嗯 买齐了以后 放在博物馆里面 长期借展 早就已经出了书 二十年前出了书 嗯 直到今天 才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释出 我觉得 大的收藏家 也无非就是如此了 对 而且还是得是特别 特别有思想 有底细的收藏家 对 这个这本书的是 星哥的这个第一部分的藏品 后来不是陆陆续续在加德 在其他地方也买了很多好东西 我记得如果这么说起来 在我们中汉十周年里面也有一件东西 也是这个当年06年的时候 如果没大致点分吧 06年 在加德 加德是件新鲜货是什么呢 乾隆官窑 外松石绿右 内化红五幅 哦 那是盖碗 非常漂亮 对 就大概那个盖子上 有一条很小很小的小冲 哦 当年06年的时候在加德 好像也是加德从海外政绩回来的 那一批 当时我也看上这只盖碗 哦 我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大概是下一口 当时好像是66万楼垂 嗯 然后我就知道是星哥买了 哦 这是06年的事 等到我08年开始做拍卖了以后 我心里老惦记了这只碗 结果呢 这只碗呢盖碗呢 大概我应该是在10年 或者11年的时候 我去香港的时候找星哥 星哥这只碗还在手里 所以你看他拿东西持有时间是挺长的 他不会说拿回来以后 马上着急就卖掉 那我是跟他说了两次 他说行我拿来我再给你看看 然后我看了以后 06年看过 举了没买到 10年11年看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那么好 然后呢当时我就跟星哥要了 但是星哥呢 就是咱们就都是实话实说啊 就是星哥呢 他都是卖东西 他一定要 他认为分管我多少钱买来 我卖一定要按照 我的价钱 我的价钱 或者说他认为市场 这个东西应该值多少钱 他加上多少钱卖 当时订了200万人民币 也顺利的卖出了 但那只盖碗 后来我就没再见到有相同的 或者说跟他相类的 但质量绝没有他好 所以加世德这次也是把这个专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场 反复的宣传隆重在推出 包括我们金宝夜话的这个老嘉宾戴戴老师啊 他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在宣传 金宝当年也曾在加世德供职啊 我和星哥就是那认识的嘛 就在那认识 他给了我一本签字的这个《望星楼藏词》 所以这个后来回来 是什么我打算一下 是他送了你一本《望星楼藏词》 那说明金宝啊 是这样啊 这个星哥这个人呢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 就是《望星楼藏词》这本书 他能送你一本而且在上面签了字 那是很不容易的 是啊 因为我曾经当着面见着啊 我可真见到星哥啊 就是一个跟他挺好的关系 挺好的朋友 说你那书我还没有呢 你送我一本吧 送什么送 书怎么能送呢 去买啊自己 所以星哥他送你一本 并且郑重的在上面签上字 这说明当年金宝在加世德供职的时候 在星哥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回头一遍 这场里边他有一支法郎台小杯子 嗯 很特殊 对 然后呢 呃 因为他是雍正玉制清花款 对啊 那个跟那个大云波管有一支应该是一对 嗯 大云波管那支 两支有可能是一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厂里边的 这第一次专厂里边的小亮点 嗯 赵同眼就藏嘛 赵同眼就藏嘛 赵同眼就藏 对很少见 嗯 英正玉制清花旺 花朗彩的小杯子 小杯子 对啊 那应该不只是一个小亮点 适合喝茶 嗯 嗯 瑞丰的意思就是咱桌上缺一杯 对 对对对 是咱四个要加棒的意思 不是 我们希望你买回来 哎呦 这重弹扛在我身上 我可扛不 你买回来 你买了 人吗 好 难道 公家 你买了 未来 你买了 人吗 你买了 你买了 家伙子 你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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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